这吻呢是二五的吻 绑完红薄之后 咱们就交吻一试 师傅开始交吻 吻呢就是龙的儿子吃吻 用白酒交一下 他就会醒来看家护院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大兴区 北藏村镇诸葵营村 这是我们年前施工的一处工地 这是一处占地380平米 建筑面积300平米的中式小院 年前呢我们已经把主体做出来了 之前视频也带大家来看我之前做的主体 然后过完年呢 外装部分已经开始施工了 这是一处白墙青瓦的一个 防骨外观的中式小院 所以外装部分呢 现在已经开始施工了啊 通过师傅这几天的努力 正房的瓦马上就要完成了 可以看站在房屋的西侧看一下 这是一米坡度 一米的女儿墙挂的小青瓦啊 已经出来效果了 女儿墙高度是70 做的是一米坡度的女儿墙 发的小青瓦可以看到 铜瓦是五块 从正门进去看一下院内的格局 跟房屋上面的一些情况 正房呢是坐北朝南 南边是盖了一个倒座 后期就是门点 大门呢是在东南角上 朝南开在整个院子的东南角 然后这是大门楼 我们通过门楼进到院内看一下啊 它整个占地尺寸呢是380平米 建筑面积300平米 然后院子的面积呢是80来平米 进来大门之后是有独立的双面隐蔽的 正房呢是做了六个卧室啊 六个卧室 餐厅厨房都在正房 可以看一下平面图纸 正房的瓦马上就挂完了 我们上屋顶看一下啊 在这个位置呢还留了一处楼梯 来上到后期的露台上面 我们站在倒座的位置 看一下正房的效果啊 这就是挂完青瓦之后 最终的一个效果 可以看一下 铜瓦的话是 加上毛头是五块 刚好坡度是一米 上面有挡钩 有杠瓦 包括上面的挤瓦 全是中式构件 组成的一个一米的女儿墙 看着非常的漂亮啊 这属于是金派瓦 我们上到正房的大露台上看一下啊 刚好是几瓦的最后一块啊 挨完最后一块几瓦 正房的瓦算是施工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这位小师傅 做瓦面的清洁工作了 瓦面施工很重要 清洁工作也很重要 漂不漂亮 全靠擦瓦师傅 最后一道工具掌握好 可以近距离看一下 我们瓦面施工的细节啊 这是擦完之后 最后的一个效果 住院的正房近身呢 是十一米多 这一圈女儿墙挂的小青瓦 中间就相当于一个大露台 一个活动空间 后期等瓦全部清理完之后 后面这要做发泊水泥 加防水 最后的完成面呢 是一米左右啊 做完防水之后 这就相当于是既起到了栏杆的作用 又出了中式的效果 所以现在做这种女儿墙子呢 也特别多 后期在这里夏天吃烧烤 聚会什么都非常好 来 我们绑这边这两个 每个吻上都绑上红布 涂个吉利啊 每个吻上都绑上红布 吻呢是二五的吻 绑完红布之后 咱们就浇稳一试 师傅开始浇稳啊 稳呢就是龙的儿子吃稳 然后用白酒浇一下 他就会醒来看家护院 保护这一宅院的平安 顺利 浇完稳正房已经算是完成了啊 接下来就开始做厢房的花墙了 花墙呢全部是用这种青砖 来做青砖白缝的效果 然后再用小碗来做花墙 大家可以持续期待一下 一起期待这处造价六十多万的 中式小院最后的面貌 这种青砖白缝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